朋友们我最近打球 心里上有了个变化 以前见过练过的选手 心里就打出 而现在却很愿意和他们这样选手过招 屏幕远端的这位选手 名字叫周温宇 从他的框架上看 小的时候肯定学过几年 正反手起下旋的时候都很转 看这把发球以后的抢功多好 有一句俗话说 与凤凰齐飞 必是俊鸟 和这些年轻的选手过招 我就发现我的动作好看多了 朋友们看我这把拉球威胁多大 中路长球又是一把拉 周温宇的发球 短的侧下 我稳稳的搓回去 随后一把拉掉 发中路偏正手的侧选 随后一把拉直线 看准球以后 接发球侧身抢拉 再发他一个正手位的侧选手 先掉一把再拉 被周温宇反打了回头 发反手的急长球 先拉斜线再拉直线 虽然我的积分定在了1650 但这次积分赛对我触动很大 相机掉一把侧身拉直线 我现在的球比以前猛多了 我是赢了第一局 朋友们和这样的选手过招 你不先上手 你怎么能有优势呢 周温宇身高必长 他抢攻这一把是真赚的 随着他接发球质量的提升 我侧身的机会不多了 但是可以发球以后挡推 效果也不错 这把拉掉很赚 我发正手短 随后把这把球耗得很赚 周温宇看到我这么积极 他不提前上手 他也不得分 因此他就采用 发球以后的拉掉 打算提前上手 我又是把下拳球耗起来 这球非常转 一个纯的侧拳发球 我摆短他拉掉 我再吸短球擦网 周温宇把球放起来 我一板拍得分了 朋友们我现在打球 完全进入到竞赛模式 发球以后就抢 接发球是能抢拉就抢拉 和他们这样的选手过招 一旦上手就占不成意 这板发球以后的拉直线漂亮 一个纯侧拳发球 侧身一板拍斜线 周温宇是赢了第二局 朋友们尽管我打得很积极 感觉还是没有优势 这板在中台的侧身拉直线漂亮 此时的周温宇 也在频繁地做发球抢攻 我们两个人是随先上手 随就有优势 我拉的球转 他拉的球也转 极长发球 只要对手把球回到我的正所位 咱就直接转 接发球抢拉 被反堵了的直线 周温宇打球的节奏出来了 一板拉掉 反手一板拍 朋友们一旦这种节奏出来以后 我这球就没个打了 中台反拉直线又得一份 侧弦发球到我正手 我一碰对手爆出 朋友们看这板挡推 带有下旋球 侧弦发球到他中路偏正手 一板拉冲再拉一板 短的侧下 轻搓过去 周温宇把球兜起来 相似当中我是拉了一板 被对手堵回来了 把正手侧上 一板拍 再来一板 这个侧上发球 优势出来了 这板接发球质量不错 反手二板漂亮 正手再来一板得分 周温宇是赢了第三局 朋友们情况不妙啊 周温宇的发球 特别是正手位的侧弦 我接过去就被拍啊 这板球咱直接上手吧 五分了 他的侧弦球又到了反手 一板拉冲 真转啊 侧上到他正手 一板挡推 硬着头皮干吧 朋友们 和这样年轻选手过招 咱只能玩命抢功 这板相似球 周围与回球很快 我是拉漏了 朋友们学过的选手 他们的拉冲质量是很高的 这板球我是防住了 不容易 抓住了一次抢功的机会 接发球抢拉得分 发球以后 一板挡推 一板拍直线 这板球舞过来很泄力 谈下面就这板球 也是下往 反手长球 然后拉中路 再拉正手 再拉一个死角 这三板都打上不容易 朋友们看练过的选手 拉这板球 触球的一瞬间 是有一个收拍的动作 一板拉一板打 这个节奏出了以后 我必败无疑 侧拳球发到中路 然后拉直线 这板球打的也是天坤地二 朋友们我处心几率 是艰难的赢下了第四局 第五局一开局就吃了费 周围与在第五局的开局 上手太频繁了 就连这个滚网球 他也是把我遛的蛮长跑 朋友们再看 这球基本上都是压着我打 接发球增加了质量 并且注意了保护 开局我就领雨四落后 我是防住了一板拉球 周围与拉二板打丢了 发球以后的一板挡推得分 侧拳发球到他反手 然后拉直线 被周围与封了回来 在决胜局出现这样的球 是致命的 这板发球以后的挡推又得了一分 好吃不撂块 再发侧拳就再推一板又得分了 我如同抓到了救命的稻草 朋友们脑推这么好用吗 我的这板中台反拉失败 接发球冒高了 防住进攻 再防一板 准备反拉直线可编了 刚才脑推比较好用 我又来了一板 但这板球被周围与反打回头 侧拳发球不转 随后一板抢攻 我想球变 发正手短 但这板拉球漏了 最后还是2比3输掉了比赛 感谢观看请听关注一封锡图 关注我用的值班掌控宝 没机会的 他翻着玩就想起 关注锅子王的底板 咱们下期再会